新主席 你好 我是今年中六的学生 我叫陈永妍 今天很荣幸可以和国市教育中心的周静妍 她是我的同学 我们一起来和你做一个访问 曾主席 你好 我现在在港大读政治及法律的二年级生 我叫周静妍 我们谈什么问题呢 我们今天会讨论基本法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主席 就是做一个中学生 其实基本法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些比较烦闷的章文或条文 其实都好像比较枯燥 主席对于中学生学习基本法会不会有什么建议呢 例如有什么有趣的方法可以帮我们更好地了解基本法 你已经读到历史了吗 是的 我以前觉得历史也很枯臭 为什么你读到历史也有兴趣呢 因为我自己觉得历史是一个枝古鑑金的一件事 你可以透过历史以前发生的事 去反思我们现在在做的事 然后从而去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法去面对未来 基本法跟我们现在在做的关系非常密切 因为基本法就是制定了关一国两制的那些制度和政策 是 如果我们在香港呢 如果你有留意我们这些时事 都会注意到 其实很多在香港发生的问题 如果社会上有争论 都会涉及对基本法条文的理解 很多时候都会去到一国两制度是这样的 那基本法怎么规定呢 所以呢 如果我们将基本法的条文 基本法里面的内容 和我们的现实生活 就是和香港的现实社会发生的事件 将它联络起来呢 就会很有趣了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讲古鑑金 如果将历史古代发生的事件 就看成过去就过去 和我们的现实生活 一些关系都没有 那可能都会少了一个情趣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这样说法 有没有道理呢 就是要将基本法的条文 一定和我们的现实生活 是 对 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学习都会更加理解 或者是对基本法条文 可能会更加熟知 如果是连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 但当然了 永儿 是 等于我们读 比如读中国历史 你也要对中国 几千年的发展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才行 对不对 你都不知道这个 隋唐到底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这个三国是什么 那就是很难说 很难说如何献顾它通更 或者说对于不同朝代发生的事件 变得很难将它和其他时代 找到一些联系了 所以至少你都要有一个系统的知识 对不对 我估计我们 读这个中国历史 都是不能够就一个一个历史故事 拿来 只是同一个故事 然后就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 你都要跟着有一定的次序 有一定的规律 那你就学习 同样的基本法也是 如果我们对整部基本法 知道吗 有一个最弦的160条条文 三个序 如果我们不是先对它 有一个整体的 比较系统的一个了解 那你说跟我们的现实生活 而看起来 发生一件事 你怎么知道去哪里找 有关的条文呢 但是你起碗哪里知道 原来它 譬如说第三章 怎样去第三章 就是说我们居民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就是说政治制度 那你都知道 哦 这件事有关政治制度的争择 应该在第四章里玩 你起碗知道 所以我就认为 学校里面 都应该系统来 跟同学去介绍整部基本法 那就是首先要一个基础的认识 对 对 是的 刚刚也说到顶部基本法 那主席会不会觉得 在基本法里面 有一条的条文 或者一个章节 中学生一定要认知的话 如果这样说出来 那主席会觉得 是哪一条文 或者章节呢 我就会觉得有一些经常被引述的条文 我们当然应该知道了 比如说近这几年 一是牵涉到所谓一国和两制之间的班 因为过去两三年八争的事件 我们留意到 无论中央的官员 特区政府的官员 加上一个行政长官 可能都经验上强烈 就是说香港是中国 不可分离的部分 那有关这一个最基本的一件事 我们也知道 例如第一条 就是这么说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生的部分 那我们应该知道了 十二条 就说香港特别行政区 是 直合于中央人民政府的一个地方 的行政区位 那这个我们应该知道了 就是高度自治的 那这些是经常会引述的条文 例如前几年 我们讲到香港所谓政制发展的时候 经常都会引述 四十五条 六十八条 例如行政长官 最终普选政策 六十八条 就是这个立法会 全部的最终普选政策 那我们应该知道 那条文准确是怎么办法 那就以免去到 就是假如我要 我们要用它来应用到 去密集讨论的时候 我们掌握不了 那条文本身的真正面目 我们刚刚也有说到 其实基本法 其实都好像跟我们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对不对 那其实作为一个中学生 那主席会觉得 学习基本法 对我们自己的中学生的生活 或者学习方面 会有什么好的帮助呢 那一方面呢 基本法里面有一些条文 是的确跟我们 现实生活关系很密切的 譬如我刚才提及第三章 是说居民的权利和义务 那里面列出了 就是作为香港特定政策的居民 其中也包括领袖性居民 有什么权利 那权利说了很多 那也要承担义务 譬如我们知道 原来作为领袖性居民 是有选举权的 有被选举权的 那我们作为 虽然是中学生 或者未曾到那个 符合投票的那个年限 但你都起码知道 我们的制度里面有这个权利 那这个是需要的 但是呢 我又觉得呢 其实我们在中学阶段 学到很多东西 也都不应该太过短视 就是说 我现在读了 我现在有什么工作呢 那你和我现在 在做什么关系呢 因为有些事情 就算你 你读的 比如说 这个数学 历史 是你 有些事情 读了都不是那样 那样东西 都真的和我眼前 在做什么 有直接关系 是吧 就是这个 基本法作为 就是 香港的一个 所谓的 建制性的文件 本身是 我认为呢 就是每一个 就是香港的居民 都应该有形式 其实其他地方都是 其他地方就是 其他地方就是 其他国家呢 都很重视那个 宴法的教育 那在香港呢 其实我们 除了基本法 也应该是学宴法的 因为国家的宴法 对香港的事 所以 宴法 基本法 这是属于我们 我认为 属于基础教育 的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 有些事情 我们 读了 有了一个印象 到第二 你遇到各方面 可能会对你解决这些问题的帮助 其实都是一种 令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思考方式 去想问题 其实都是 一个帮助的途径 是的 而且近这两年 政府也很强调法治教育 对 法治教育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也是基本法 基本法 教育 就是 教育 所以 我认为 基本法 基本法 应该属于我们 基础教育 中学教育 是一个很重要的 研究 是的 刚才我都听了很多主席 说中学的时候 如何和基本法相关 我大学课堂 可能学香港的法律制度 都会学到很多基本法 都想听一下主席的意见 例如 刚才JJ也有说 世界各地都会有自己的宪法 你觉得基本法 虽然说是香港和澳门独特的宪法 但你觉得对世界各地 其实有什么影响 在这里 我是近几年才比较多去思考 国家的宪法和基本法之间的关系 基本法 我们经常都说是香港的小宪法 因为在基本法颁布以来 我们一直在说 我会你也听过 是的 或者中央官员说 它是一个在香港来说 是一个建制性的文件 即是它的地位 它的法律地位 是高过香港的其他法律 很简单 基本上自己都规定了 香港的法律 香港自己制定的法律 不可能有帝族 所以它的法律地位 高过香港的其他法律 但是作为一个建制性的文件 我们参考一下其他地方的建法 或者是一些所谓成文件法的国家 很多时候的宪法 有几样东西都是一定有的 所以它会说 那个国家的国体 就是中国宪法 就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 国家 它会规定 那个国家的政权机关的组织 怎样组织 怎样行使权力 是这样的 比如美国建法 它就会说 这个行政 即这个 总统 国会 和法院 各自 它的权力是怎样 它怎样行使它 中国就会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国务院 中央政府 然后地方政府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就是公民的权力和民国权力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也是我们 就是我们 你可以说 建成为一个国家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你作为那个国家的公民 你有什么义务 有什么权力 通常呢 譬如 唯有个宪法 改为的宪法 这一定是公民的权力 我们在基本法呢 我只用于居民的权力和义务 就是 因为香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所以我们没有这个 香港的公民的官员 但是你纯粹说 居民的权力和义务呢 我觉得就是 就是 是 同一般 如果说 建法的要求呢 就是你达得到的 譬如我们香港 我们作为一个香港的居民 那些香港的九成居民 除了基本法里面 第三章说 我们的一个义务 是要守法 尽管法律之外 有没有其他对国家的义务呢 那 那么 近年呢 就有说 就是维护国家安全 就是我们香港居民的义务 那其实呢 维护国家安全呢 在其他地方 公民也有这个义务 在我们国家的建法里面 就规定了 中国公民也有这个义务 但是我们过去呢 就比较少谈这个国家的义务 就是基本法 你基本法 看完整个义务 你看不到 我们既是香港居民 亦都是中国公民 你从中国公民 有什么义务要来 所以我就觉得 基本法呢 是很特别的一个 面制性的文件 因为一个义务 是 他就在这个 就是行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 去一个地方 香港 不是澳門 其中一个地方 就不走着国家的制度 在那里呢 就制定了那些制度 嗯 但是呢 我自己就觉得 基本法都要和 宪法 就是国家的大的宪法 就是 拉在一起 来到去 去学习 去看 然后才比较完整 就是了解了 就是我们 在香港 既是香港居民 是中国公民 到底我们国家 是 我就觉得 是 所以 基本法既有独特的地方 但也要跟回一些 宪法应该有的部分 就是要强调公民的义务 或者国民的义务 在哪里 就跟回宪法一起看 那随此之外 我们法律界 经常都讲很多 就讲基本法 或者都讲了很多年 那你觉得其实基本法 在实行以来 那对于法律界 或者对香港的法律 有什么重大变化呢 这个很有趣 因为 你知道 香港是行这道普通法 嗯 香港的法律 普通法 那基本法 也都 写清楚 是 因为第八条 都讲了 原来香港行这道普通法 是继续 即是 继续在香港实施的 嗯 但是基本法自己本身 是一条 中国的全国性法律 它也是香港法律 嗯 嗯 是吧 它作为中国一条全国性法律 基本法的解释权 是属于全国人民共和党大会 常务委员会 是 但是基本法自己 因为一个人 嗯 在188条 又将解释权 就是 给了 香港的法院 嗯 但是给了 同时 有些保留 某些情况下 中总法院 就要向 全国人 但是 这个常务委员会 就要问 要解释 识法 那这里呢 就有一个 就是 你可以说 两个制度 你知道我们 两个国家 中国就不含 这个普通法制 嗯 但是 香港是普通法制 那么 两个法制之间 就有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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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 就是 一个 接合点 可能呢 就会 会有 矛盾的 嗯 所以你知道 那一年以来 试过有五次 人大常委释法 嗯 每次都会有一些争议 嗯 有时争议大 有时争议可能会不大 但是 这个是 避免不了的 那么 比如 这个 国安法 就是 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就是去年实施之后 也是 它也是 因为一条 全国性法律 但是 它又变成 香港的法律 在香港实施 嗯 所以 里面 还有 它又接触到 一些基本法里面 的规定 比如基本法规定 香港的 司法 权 嗯 就是说 这个 香港的法院 对所有 在香港的 这个 案件 都有审判 这个 这是第十九条 但是呢 就是 国安法呢 又将有一部分的 案件的审判权 由香港的法院 香港的司法体 那里拔出来 有一些特别的情况 又不是在香港审判 那遇着这些的时候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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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就是 研究法律的人 就是要去 就是 因为这些 这样的问题 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 法律呢 不是 寫了下去 变成条文呢 它就可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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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致不变的 因为社会在这种变化 有些现在发生的问题 是 是 寫《基本法》那时候 都估计不到的 比如 那个 高铁一地两检 寫《基本法》 你想都想不到的嘛 所以 就是 来到面前 你怎么呢 基本上没有 有一条条文 说是 可以在香港 那个境内 设计地方 给内地的執法人员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香港的法律界 就会 有很多不同的意见 是的 那刚才珍珠也说了很多 回归以来 可能会因为 这个大陆法 和 中央 中国的内地法 和 可能香港 正在用的普通法则有冲突 所以就可能 会有不同的情况 那你觉得 如果是 你可不可以说回归以来 最近七月一号 都回归了二十多年 那你会不会觉得 其实香港现在的局面 是由《基本法》 去塑造出来的 我不会说 由《基本法》去塑造出来 但是《基本法》规定了香港的制度 但是《基本法》的规定是想保留香港回归之前原有的制度 是吧 这个基本是写了 就是 因为 因为 历史的原因 1997年之前 香港正在行的制度 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 是不同的 好了 那现在香港 回归早过 就通过《基本法》 就说 香港 不走 国家 其他地方正在行的制度 就继续走回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还有原有的生活方式都可以保留不断 至于法律 就基本不变 为什么法律就是基本不变 因为原有的法律 有一些可能和《基本法》有帝族的 那些就会失下 但是那些符合《基本法》的就保留回归 继续成为特地行政区的法律 而这个原有《基本法》 由《基本法》的塑造出来 那 照理 就不是说 有了《基本法》 就改变了香港很多东西 当时是想不变 所以反而是保留 反而是值得问的 因为《基本法》是1990年颁布的 是由1985至1990年 这个四年多时间写成的 你想想 现在 今天 和这个 1985至1990年 那些时间 是差了很远的 你们可能不知道 因为你们未出生 我经历过 过去这三十多年 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时候 写《基本法》的时候 国家宣言刚刚开始改变 很多东西还很落后 那时候 听都没听过高天这样的 那时候很落后 现在完全是回复地的变化 香港也很大变化 如果现在和80年来比 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关系很大变化 所以基本法 可能都想不到 会有这么多内地居民 可能来香港来投资 来创业 来做事 来读书 我想大学里面也有很多 甚至中学也有 我估计 一来自来的同学 以前 不会估计到是这样的 好了 那么多 这些新的现象出来了 但我们《基本法》 就是在三十多年来 还没有改变过 是吧 现在变化都改了五次了 1982年 现在我们在用这个变化 都改了五次 有这么多变化的陣形之下 基本法一直渐渐和改变 所以我们经常都会想 在一个新的社会变化 世界变化之后 我们如何重新理解 基本法的存在 都要思考 曾主席也经常提倡 说要修改基本法 你会觉得应该用什么方法去 因为当初制定基本法的时候 可能香港也会派人去参与 国家也会派人去参与 做了很多次的会议 如果现在要做修改基本法的时候 你觉得做法会和当年有什么不同 或者应该怎么做才能吸纳双方的意见 我不敢说整天提倡修改基本法 因为我也知道 说到修改基本法 很多人会有很大的保留 但中央政府我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这里我们有个 我也知道有个矛盾在这里 基本法 当年制定基本法的目的 如何自己都写得很清楚 就是要将 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 将它固定 让大家安心 我写下来 这些是不变的 让大家放心 如果你说改就改 那别人就会担心 可能今天你改的 我很喜欢看到 但是下次改呢 下次你改的 可能改到原本 我以为是50年不变的 你都改完 所以我们明白的 由中央到特区政府 甚至香港 都觉得基本法你不要乱改 是吧 是担心的 但是回答你这个问题 其实呢 起初基本法的时候呢 是经营了四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在香港开始了很大规模的咨询 当时我也有参加了一些咨询的原因 但是呢 因为当时呢 第一 就 国两制这件事刚刚提出 全世界好人思过 第二呢 那时候呢 你香港 真的互相真的很陌生 香港人包括那些有份参加 做基本法的人 对国家呢 是很不了解 当建民的 那时候刚刚 和大家结束很久 那 反过来呢 内地的官员 中央官员 当时对香港也都很陌生 嗯 那就是大家 其实坐在那里聊 很多事情呢 就是都要 聊一阶段 才可以 建立到一些大家 互相了解 有些共通 有些严议 共识 那些共识就很难 现在就不是了 经营了这么久 里面有些什么问题 我相信很多人 中央都知道 香港人都知道 还有呢 现在香港和内地的融合的程度 跟三年前真的差很远 现在是多了很多 嗯 所以呢 所以呢 现在还有我们在说的是修改 修改呢 修改呢 有一件事我们要很清楚 《基本法》 《159条》就是说修改的了 嗯 里面最后一段 《159条》 最后一段 就是说 任何 这个《基本法》里面的任何修改呢 都不能够 和国家对香港的既定的 基本方针政策相继续 嗯 你不能够 刚才说 你香港 是中华 任何国家 分离不分离 改了这些 可以分离 又或者公道自治 你不能够删除它 嗯 你删除它 就是把《基本法》最基本的精神 都可以改了 所以有些东西是不能改的 很清楚的 那既然那些 既然那些 不能改的 都定在这里了 你可以改的 其实就 我认为就不是很多 而且我认为 基本上呢 主要原因都是 真的要追上的时代的发展 嗯 即所谓与时并进 是这样的 那它很简单的 《基本法》里面 有提到的 中央政府駐香港的基金 只有两个 嗯 一个就是 外交部 就是 特派联工署 第二个就是駐港的部队 就是家庭的联工署 是 现在我们知道 还有个中联办 还有一个 现在国安公署 那这两个基本上都没有提的 我认为就不太合理 照它们应该写回《基本法》 好像这类的东西 我觉得 社会上未必一定很大争议 你厘清它们的有好处 这样的话 我觉得也不需要 进行一个 好像《基本法》那样 这么大规模的 社会性的 一个咨询 嗯 即是可能跟回现在的 即现在可能发展了 香港自己发展了 可能是 可能是 现在多了的 像駐港公署那样 对 文责制也是 文责制也是 文责制也是好看的 是吧 已经走了十几年 文责制差不多二十年 但是《基本法》里没有 曾先生你会觉得 现在我们看到 现在有了《国安法》 和《基本法》的关系 大家可能现在都在讨论中 当然我们也知道 两样都是全国性的法律 而《基本法》也是一个 憲制性文件 那你觉得如果《基本法》 去修改的时候 需要不需要 厘清这方面的关系呢 当然这个 如果修改《基本法》 这个很大的假设 像我刚才说的 我估扬 这个 也不是这么容易 自己实现 但是 我觉得真的要做的话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因为 我留意到《国安法》出台之后 即使内地的一些学者 都有不同的说法 嗯 就是譬如 因为《基本法》 对于香港的法律有凌駕性 大家都知道的 嗯 《国安法》 《国安法》 《国安法》里面也有一条 是将它 说到对香港的法律有不凌駕性 所以就落一条 是凌駕性的 有些人就问 《基本法》大 《国安法》大 有些人就说 两条都是全国性法 那就是平起平彩的 但是我就说 喂 要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基本法》 是全国人大通过的 嗯 《国安法》 是人大常委会立的 嗯 即是制定的机构不同 第二 《基本法》里面是规定了 如何修改的 很特别的 是吧 就是《基本法》就是159 是 但是《国安法》是没有的 嗯 《国安法》是没有的 它就变成了它的修改的办法 就是和一般全国性法律一样 嗯 是吧 是这样的 还有呢 就是刚才我们说 《基本法》真的在香港 进行了四年零八个月的咨诵 嗯 成立了《基本法》 《基本法》里面要做的 嗯 但是《国安法》是没有的 就是根据 国家的立法法 就在人大常委会那里 審议通过 嗯 所以两个 如果从它立法的过程 哪个机构立法 以及修改的办法来看呢 我们觉得 我看不到 为什么说《国安法》 和《基本法》是完全同级 但根据它也是 对香港考虑的原调性 那曾主席你觉得 我们要 就是《基本法》 《国安法》都在 我们和国家的关系 也有很多变化 你觉得我们应该用什么 态度 或者用什么方法 去处理这些争议 会更加好呢 我觉得 如果作为法律学者 或者研究法律的学生 来看呢 应该是 从法律的角度 来看这些所谓法律的冲突 嗯 这个我觉得是要解决的 但是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说 你始终 你还是要有法律的讨计 去解决这些这样的矛盾 嗯 所以 我觉得 其实 其实 随着《国安法》实施 和这个 制定和立法实施 《基本法》自己本身 都有很多问题 一些新问题 值得研究 是吧 因为它就是根据《基本法》的18月 就是立法实施 就是立法实施 这是第一次 是专门中央任大常委会 专门为香港立法 然后通过第18月 就是立法实施 以前有一条《主军法》也是这样的 但是《主军法》呢 老实说 它是 就是 你可以说 它不是 不是约束整个社会 嗯 它也没有 没有 就是定名那些新的罪行呢 是一般市民都可能不足 但是这个 这个《主军法》就是有 嗯 用这个办法 通过18条 就是立法实施 这个是否对18条的解释 也就是扩大了呢 嗯 还有 就是 退回后两条件 就是《国歌法》 《国歌法》是全国性法 就是立法实施 就是立法实施 就通过 本地立法 本地立法实施 嗯 基本是没有说 如果立法实施 那怎么办呢 其实当时真的有些危险 是吧 就是 例如立法会通不过 现在 人大常会 已经放了它 附影厂 嗯 还有它又 没有说期限 就是说 喂 你登了 登了两三年 你都不立 嗯 那你怎么办 好像早自23条 说你要立 现在拖了24年 你都未立 那怎么办呢 那还有呢 就是说 如果 当年 我们立的《国歌法》 比如有些法会议员 突出一些修正 通过 就是 政府原来的 法案 修改 作了很大的修改 修改 修改了之后 如果中央政府 看到 喂 不像样 那 原来的《国歌法》 差那么远 它不修改 那怎么办呢 嗯 好像这些问题 基本法没有明确的机制 所以近几年中央整天都强调 或者是要 要 要 要延善 这些 落实 练法 和基本法的 制度 和机制 所以 我觉得是有这样的 含然 即是那些机制 要赢不赢不赢 那会不会就是说 要建议一个 可能建议一个 机构 就是 可能真的要专门去调和 或者研究 或者甚至厘清 可能 基本法的实施 或者香港和中央的关系 是否应该有这样的机构 我希望 我希望 走到这一步 可能 就是 就是 过往 你可以说 但是由2015年之前 我们大部分 有关基本法的那些 所谓的争拗 都是关于我们的静怀 一些大家注力就放在那里 就是根据什么事 然后把我们怎么做 其他呢 就是 还有很多 就是 人大释法 遇着那些争拗 那 接着 我来 就涉及到 就是所谓的 港独问题 很多政治的问题 就变成了 那些注力都放在那里 所以就 去了 要搞 这个 港版法 要 修改 一个选举制度 等等 念了 就是 由中央到特区都没有空 去做你刚才 是的 但是我以为要做的 嗯 我希望 就是 就是 当我们的环境静下来 所有的这些争拗 停息之后 就真的认真真做 那今天也很多谢主席秋空来和我们做一个访问 那就很希望我们的问题 或者是主席的回答 都可以帮助到同学仔去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基本法 那今天就很多谢主席 多谢 多谢